去个日片及日剧?韩国导演参考了周杰伦这部作品。 史川拓斯畅销小说改编的同名日本电影《现在,很想见你》,2004年轰动热卖,接住拍成日剧也获得不错回响。 相隔14年,韩国新锐导演李章勋自编自导,再度翻拍成电影《与乃再次相遇》,同样取得佳绩。 《与乃再次相遇》是李章勋的受补自编自导的作品,Movie Rack制作公司确定买下《现在,很想见你》。 小说版权后,李章勋才把14年前《中村师童》逐内杰自演的日版电影找来看,还参考了周杰伦,贵伦美主演的《不能说的秘密》。 对于周杰伦自导自演,且在电影中演奏钢琴十分佩服且印象深刻。